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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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我们先住一会儿再慢慢找 客官 要住店吗 还有房间吗 有有有 还有三间的 我全包了 谢谢客官 小二 带客官去西厢房 是 你不许多就全住满了 你到别处去了 等等 你刚才说这儿只有你一家客栈 我不住这儿叫我住哪儿 可是小店真的是住满了 这样总够了吧 肯定上房来 我说不是小店不做你的生意 确实是有困难的 我不管 你开门做生意就得想出办法来 总而言之我要一间上房 可是 还可是什么 快点啊 快点快点 吵什么呢 高公子怎么那么强啊 你们 你们这是阴魂不散啊 你干嘛老跟着我 谁跟着你了 我们住在这里啊 掌柜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位公子要住店 可是小店已经住满了 哎 你这人讲不讲理啊 这儿只有你一家客栈 你不让我住下来 你让我今晚睡哪儿啊 你呀 可以睡破庙 睡街头 要是再找不到地方呢 乱葬岗那儿一定有你的位置 你差什么嘴啊 掌柜的啊 你就给这位公子找个地方随便住一宿吧 要是这位公子不嫌弃的话 那柴房 什么柴房啊 要睡你睡 我才不住那儿 过名其妙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我注定了 哼 要不然这样吧 如果高公子不介意的话 今天晚上 就在我那儿将就一宿 你我抵足而眠吧 什么 你存心不良 高公子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 我问你们 你们是不是一人一间房 是啊 那好 让出一间给我 你们两个人去抵足二眠吧 凭什么要我们让房间给你住啊 就凭这个 怎么样 够多了吧 多了算我赏你的 哈哈哈哈 笑死人了 你以为有点钱就可以不讲道理了 我哪里不讲道理了 我给钱买东西很合理 你 行啊 就这样吧 公子 凭水相逢就是圆嘛 就让出一间房给他们 哼 这才像话嘛 便宜你了 什么便宜 我是付钱的 你快去快去快去 把房间啊整理干净腾出来 还有 顺便送我面上来 待会儿我多省一点给你了 你 好了 飞 别忘了给公子送面 啊 高公子 你的金叶子 就免了吧 你说的 不要白不要 哼 阿 Para A 快去 街上 我 你 送你 虽然 一路平安 顺利地完成和亲任务 早日回国传位 再请求菩萨 庇佑细女孤君 往她早日康复 长命百岁 找了一天 还是没有小姐的踪影 会不会她已经离开这儿了 或者 她根本就没来这儿 有可能 这么晚了 大家先休息吧 明天一早 我们到别处去找找 嗯 鬼啊 鬼啊 鬼哪有鬼哪有鬼 别吵 别吵了 吵醒我家公子 你们担当得起吗 你你你 你别过来 别过来啊 你不是过来啊 夏宇 你 夏宇 你 别吵 你 哎呦 哎呦 谁啊 这么吵 哎 夏宇 哎呦 夏宇 哎 冲锋 夏宇 夏宇 怎么样吧 冲死我了 冲死我了 哎 冲死我了 没事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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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死我了 胡说 胡说我才没有呢 是他们说话吵醒了我 所以我才 谁说的啊 就是啊 谁吵你了 吵什么你们 春风 夏宇 铁管家你来得正好 那个人不知道打什么坏主意 突然跑出来吓我们 是啊 是啊 我好怕哦 哎呀 夏宇别怕啊 丁管家你吓死我了 没有啊 公子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吓他们的 我明白 在下龙涛 这是家扑龙飞 刚才多有得罪 还请见谅 哪里哪里 一场误会 没什么 没事了 回去睡觉吧 是 是 快走 不好意思 公子 对不起 没关系 睡吧 真倒霉 真倒霉 你 你深更半夜 私闯他人进来 以飞奸计刀 想打架 我来陪你 出什么事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赶快走 没什么 只是有人撬开了你的房间 什么 大胆的毛贼 敢拿我的主意啊 别怪强 快带我走 我们去哪儿 来不及说 快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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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你 不走 你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为什么放着黑衣人走 奇怪了 我放不放他走 干你屁事啊 那儿有关系了 他是冲住我们家公 公子来的 哦 那个姓高的就是你们家公子啊 哎 怎么那么阴阳怪气 漫不讲理啊 你 你怎么可以说我们家公子坏话 说他坏话 我已经够客气了啦 要不是我家公子交代过 像他那样的人 我根本不救 干脆让那黑人把他杀了算了 哎哎哎 什么 啊 龙兄弟 他们互主心切 不要介意 啊 倒是龙公子把我家公子带走 不知龙兄弟是否知道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这我怎么知道啊 他们又没告诉我 我们真的很担心我们家公子 你是不是能告诉我们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我向你保证 有我家公子在 你家公子一定没事的 那就好 谢谢你了 铁管家 谢谢 谢谢啊 铁大人 这个叫龙飞的说得对 龙公子在不会有事的 龙公子在不会有事的 大家回去收拾一下 我们马上出城和队伍会合 然后再想办法去找他 是 是 我真的没事 一切平安哪 啊 谢谢你 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呀 是谢我帮你拦住了那个黑衣人 还是谢我帮你挡住了另外那些人 你知道我在躲他们呢 我当然知道 我还知道那几个人并不是坏人 嗯 他们是我家的下人找我回去的 这么说来你是桃家出来的 错 我不是桃家是桃婚 桃婚 是啊 我爹要我娶一个我不想娶的人 都不肯听我的 所以我只好桃婚了 可是你这么一走 那个人怎么办 我管他怎么办 我又不能为了他牺牲我一生幸福啊 嗯 哼 有道理 可既然你不想娶那个人 你爹为什么又勉强你呢 都是我爹 看上了对方的家事 说什么两家结亲对我们家有很大的帮助 这哪算是婚姻哪 分明是买卖吗 完全不顾我的感受 根本啊把我当做货物了 嗯 对 对解 逃得好 你认为我做得对 当然对了 要是我的话我也会逃 我没想到你跟我同样的看法 嗯 我也没有想到能从高公子嘴里听到 谢谢两个字 别取笑我了 哈哈哈哈 嗯 对 那个黑衣人到底是什么人 跟高公子有什么过节的 没有啊 我根本不认识他 我也正觉得奇怪了 我从来没离开过家 怎么会有人跟我过不去呢 江湖险恶高公子 嗯 什么怪异的事情都会发生 你孤身在外可得小心一点 没关系 有你在我就不怕咯 啊 怎么 龙兄不肯跟小弟结伴而行 呃 我 居无定所 四处咸游 我只怕 那更好 我也没有一定的去处 哎 可是长此一往也不是办法啊 我看高公子还是应该赶紧回家去 能够在令尊大人面前争得婚姻的自主 那才是上策 好嘛 好嘛 我会回去的 不过呢 你先陪我尝尝江湖 等我看够了 我自然会回去 如何 嗯 太疼了 好 那我就陪你一段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好兄弟 嗯 嗯 现在也快天亮了 嗯 现在也快天亮了 要不高公子 就歇歇一下 嗯 我睡觉去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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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妈 谁叫你了 我叫你们家公子 对了 你怎么也来了 他是跟着我留下来的记号找过来的 怎么样高公子 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 我没想到睡在这间破庙里还挺舒服的 外头的风景可是更好 可惜高公子错过了看日出了 是吗 这是你的包袱 是公子特意要我给你带来的 喂 你就快点走吧 你们家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管家丫头都已经出城了 你现在要是走得快点的话还能赶上他们 你碰见他们了 能不碰见吗 都是些不讲道理的丫头 死缠着我要人我就是不明白 你一个大男人要四个丫头陪着 不过嘛 他们倒是挺担心你的 不管他们了 我们一起走吧 什么 我们一起走 你动什么也 是你主子答应我的 公子 不错 是我答应的 可是他要跟我们一起走就不好玩了 飞儿 好吧 你是主我是仆 你说了算 但是他要敢给我惹什么麻烦 你可别怪我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你的包袱拿去 拿你拿去 那你帮我一起拿吧 什么 飞儿 好好好 今天算我倒霉 龙兄请 高公子请 谢谢啊 哈哈 哼 嗯 嗯 公主虽然躲起来了 但是 我们不能停留在此地 更不能透露公主不在的事 以免传到蜀国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大家就当公主还在轿子上面 继续向蜀国前进 明白吗 明白 出发 是 铁大人 送亲队伍就算到了蜀国也没用啊 得把公主找回来才行啊 当然要找 我会让送亲的队伍走得慢一点 拖一点算一点 公主应该和我们同一个方向 她绝对不会回头往蜀国走的 说得没错 我们边走边找 嗯 可是 我们这么大堆人马的 公主一定远远看到我们就躲开了 那怎么办呢 嗯 我们必须和迎亲的队伍分开走 并且随时保持联络 公主一个人在外面游荡 很危险呢 公主吉人天相 不会有事情的 可是 可是 是公主一个人 唯一 夏宇说得没错 不怕意外 就怕唯一 我们要加紧时间去找 否则难保不出事 倘若公主有什么不测 我们就对不起陛下和王后了 这是末将家传秘方 末将亲手不治 请陛下服用 哎呀 四路 熬药治病自有太医负责 你又何必怎么操心呢 陛下龙体欠安 末将耿耿于怀 末将特进汤药 以求陛下早日康复 此药功能 强身健体 末将其常年服用百病不侵 陛下 依臣妾看 难得四路一片忠心 我看陛下还是喝了吧 好 好 拜王喝 请慢 怎么 末将替陛下试药 四路 这你就见外了 这药是你亲手熬制的 你又自己送来 难道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陛下乃异国之君何等尊贵 虽是末将亲手熬制 也须紧防 以确保安全 陛下 四路一身试药 也是为了陛下 您就由他吧 嗯 好 嗯 嗯 大将军 你也来探他的病 不不不 我是专程来找大将军的 哦 有事吗 哦 不是我发疑心 再过两三天凤鱼公主就到了成都了 万一 你放心 误不了事 宋亲的队伍里边根本就没有他 什么 那丫头跑了 铁文城送去蜀国的是做空教 这 大将军怎么会知道的 要是没有些眼线耳目 我又怎么放心得了 嗯 是是是大将军果然考虑周到啊 你还有事吗 嗯 没有 不过 我倒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哦 大将军请说 我把引箭派出去了 什么 你派他到哪里去了 你这儿子倒是块材料 我要他赶到蜀国找到凤仪随时待命 有他盯着绝坏不了事 可是他根本不认识那个丫头啊 那是小事 他自然就会认出他来了 我知会你一声 是怕你担心 毕竟 你还是他老子 全靠大将军调教啊 我都不认识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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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买了 你不认识看了 我都不认识看了 嗯 还有一点 我都不认识看了 我还想去哪里 你还是对我 请不吝点 客官 这是找你的钱 客官慢走 好吧 客官 我们来壶茶 来了 哎呀 不行了 我走不动了 我 我们上茶坟坐坐吧 怎么 走这么点路就累了 就你这样 还怎么跟我们一块闯江湖啊 我看呐 你干脆还是回家算了 我偏要出来床 也偏要休息 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对 你 你 公 雷儿 喜欢吗 公子 我也正想喜欢 你也太顺着她了吧 这 客官 茶来了 茶老白 怎么 客官 前面那两条路是通到哪儿了 往东呢 是南平国 往西是咱们蜀都 哦 谢谢 没事了 龙兄啊 嗯 你打算走哪条路啊 嗯 我们当然是往东走了 我们根本就是从蜀都来的 难道还走回头路不成啊 龙兄 嗯 啊 不错 我们是从蜀都出来的 可是 可是我是从南平来的呀 那好啊 我们各走各的 分道扬镳啊 你说什么 哎 快看看看 就是热闹啊 你看那边 看什么 这是没办喜事啊 嗯 你看你看 好风光的送嫁离是的 是谁家女儿嫁离啊 是南平国王嫁离啊 是南平国王嫁离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也是从南平国来的 南平国上上下下 都为这件喜事闹翻天了 而且嫁的 是有名的刁蛮公主 嘿嘿嘿 这下可热闹了 这下可热闹了 那 那 嫁到谁家去呢 就是咱们蜀国的逍遥王啊 嗯 啊 逍遥王 这一下王爷可要受罪了 不见得 好 逍遥王见的场面多了 说不定吃亏的 是那个刁蛮公主呢 哎 真说不定是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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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走 走 走 好好好 好好好 哎 你是从南平过来的 你应该知道刁蛮公主吧 嗯 他长怎么样啊 哎 哎 他长什么样啊 哎 没听过 也没见过 哎 这位小哥 这你就不知道 公主虽然刁蛮 可是人长得却是美如天仙 是南平过有名的大美人 哦 这么说来 逍遥王爷 倒是艳福不浅咯 那是 哈哈哈哈 走走走 走走 走走 哎 哎 高公子 你要上哪儿啊 嗯 既然我们不同路 我们就各走各的吧 我去蜀都 好极了 哎 谁啊 哈哈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行的 公子 怎么 难道你不想看看那位刁蛮公主 长什么样吗 想是想 可是 好了好了 那就少废话 我们走 嗯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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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公子 原来你在这儿啊 嗯 哎 公子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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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公子 原来你在这儿啊 嗯 公子啊 哎 下雨 公子 有事好商量 跑不是办法吗 公子还是先跟我们在一起 其他的 好商量 是 好吧好吧 要我跟你们在一起是可以 不过 你们谁也不能提那门亲事 是是是 不提不提 谁也不提 你们谁都不许提 来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啊 高公子不必介绍了 在下和铁管家见过 啊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 在客栈 啊 哦 嗯 只是 这几位姑娘 啊 灰龙公子 我叫春风 他叫夏宇 嗯 我叫秋双 他叫冬雪 嗯 见过龙公子 嗯 春夏秋冬 风雨霜雪 果然是个个人如其名 聪明俊美 没想到高公子还是个哑人呢 龙兄夸奖了 既然龙兄想看看那个刁蛮公主 就请龙兄跟我们一起走吧 好啊 高公子请 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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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不知道他们去哪了吗 怎么又在一起了 啊 我 哎 我就知道你会说谎 其实我 我没有 我 我真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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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你啊 至少也说对了一件事 我家公子没事 飞儿 快跟上 来了 公子 我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怎么了你 又走不动了 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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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事 我还行 我还行 秋双的身子骨一向最差了 我施了好多法子都治不了 你呀 就是不听话 叫你少用些脑筋 少看些书 少记些事 你只要用脑过度 我就是话脱在世也救不了你 哎哎 怎么样 秋双 你还走得动吗 我没事 呃 我们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呃 反正也不着急 对不对啊 来 走 龙公子 啊 铁管家 相逢极是有缘 看来龙公子与我们 却是缘分不浅呢 铁管家好说 龙公子是蜀国人 嗯 不错 铁管家不是吗 不是 我和我们家公子一样 都是南平人 嗯 属于南平尽在咫尺 只可惜在下从未去过 啊 日后公子有闲 大可一游南平 老朽定当尽地主之仪 啊 铁管家的美意在下先谢过 啊 这蜀国姓名的不是很多吧 嗯 是 啊 龙公子家居蜀都还是 啊 在下就住在成都府 哦 不知龙公子家中还有什么人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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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管家啊 是在打听在下的身家辈子的 不敢不敢 老朽只是想 好了 铁管家 龙兄不会是坏人 如果他要害我早就害成了 轮不到你现在才来担心 老朽是想 高公子啊 铁管家顾虑的没错啊 出门在外 一切还是小心为好 龙兄 啊 高公子如今有人作伴就好 在下忽然想起 有一个朋友好像就住在这附近 既然来了 顺道去拜访一下 就不与各位同行了 嗯 告辞 菲儿 哎 咱们走 哦 哎 哎 龙兄 龙兄 哼 铁管城 你什么意思啊 这这 公主老臣是担心公主 哼 就知道担心 你等着吧 以后啊 有你好担心的 哎 这 这 这 公主 这 哎 王爷 王爷 有话就说 是 王爷不是打算和他们一起走吗 怎么突然又改了主意 非要实在是弄不明白 那位铁管家 担心我们会对他叫公子不利 啊 我们又何必为难他呢 什么 解之岂有此理 我们帮了他多少忙 他们怎么还怀疑王爷啊 真是不知好歹 哼 哎 别气别气 也别太认真了 否则就逍遥不起来了 凡事只有随着性之所至 才能够无前无挂呀 王爷 可是那个高公子实在是蛮不讲理 你为什么总顺着他呀 不非要实在是 他要真是位公子 我就不这样对他了 嗯 他是女的 什么 你见过一个男人身上有那么香吗 嗯 他身上是够香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了 从我们遇见他之后 他总会不经意地露出一些女儿态 还有 一个大男人带着四个丫鬟出远门的 不夺见吧 更重要的是 他瞒得了别人 瞒不了我 也对 王爷见过的女人多了 我就没看出来 你想想 铁管家怀疑我们 而那个所谓的高公子 又是女扮男装 这种麻烦能惹 再不走啊 还不惹过上身吗 对 是得走 可是王爷 我们真要回头 往蜀都走啊 当然 我倒想看看 那个刁蛮公主 到底有多刁蛮 你怎么可以 还不想和你 啊 春风 公主上哪儿去了 方便 方便 我没有在上尾 我没有人 我没有人 只是因为我 我很都没人 我心里 我没有人 我不要 我们更早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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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不见了 公主不见了 铁大人 公主不见了 铁大人 公主不见了 铁大人 公主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 铁大人 怎么搞的嘛 你怎么连公主也看不住呢 铁大人 这也不能怪下雨啊 公主说要去方便 我并不能拦住她呀 公主腾心想逃 我们是拦不住的 铁大人 怎么了 小路太多 不知道公主 从哪条岔路走的 哎呀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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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条一条地找 一定要找到公主 快去 是 快快快 好了好了 走吧 我要走 你就休想留住我 啊 好 好 姨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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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大人 有人在这里听留过 会不会是公主 不确定这里还有众物托过的痕迹 会不会是山里的野兽吧公主 下雨 下雨 你们放心吧 公主没事 你怎么知道 你们闻闻这是什么味道 是香味茉莉花香 对没错 是香味又怎么样呢 这是公主平时用的香料 有淡淡的茉莉花香 我们在公主身边闻惯了 就是这个味道 哎呀 这只能证明公主来过这里 却不能证明公主没事啊 你们看这鞋印 这是公主的鞋没错 我在凉亭休息的时候 才替公主把鞋上粘的衣擦掉 鞋底就有这么一个瘦子 对 我也是在休息的时候 好奇公主的男装怎么会有合脚的鞋 特别注意了一下 就看到了这个瘦子 可是 为什么会有脱过重物的痕迹呢 这我就不明白了 从公主的邪印来看 也像是挺吃重的 难道说公主拖了什么东西走 那不重要 只要能确定公主是安全的就行了 我们还是快点想法子去找到公主 免得再发生别的意外 嗯 对 春风 东雪 在 通知送驾的队伍找些人手来 就从这里开始 向四周搜查 一定要找到公主 是 去 这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公主爷 你真是叫我头疼 你醒了 你把我给吓死了 你看你 你把我辛辛苦苦弄回来的水球都弄撒了 你喝什么呀你 你是谁 这是什么令的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叫高峰 这是个山洞哦 你在山脚下昏倒了 是我把你拖进来的 你吻完了没有啊 吻完了还不收戒 我救了你哦 难不成你打算杀了我 好 现在该我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的 究竟生了什么病 怎么会昏倒在山脚下的 你上哪去 你怎么会啊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算了 你不回答我我也不勉强你 可是你的病还没有好 最好再多休息一会儿 你渴了吧 我帮你弄点水 你等我啊 我就引进 你不用难充分 你是否跟你说 是非今天 有没有办法 你不得订 你知道什么 你不得订 你不得订 他们订 你不得订